好 我们把焦点再回到国内 世界知名的造飞车大赛 今年是首度在台北举行了 现场非常的热闹 吸引了数千位的民众围观看热闹 而我们UDN TV的节目《行车记录区》 也特别派出了一组人马来共享胜举 还一路用甩尾的绝技 引来观众的热情欢呼 为这个比赛画下了完美句点 冲过障碍 绕过弯路 疯狂工地推车 高速撞上终点的稻草 甚至还翻上稻草堆 一局赢得评审50分的满分 也成为上千名观众眼中的英雄 没想什么就是冲 要赢 对 就是这样子 台湾时尚第一次举办的造飞车大赛 星期天下午在台北艺术大学盛大展开 50多组参赛队伍共相胜举 现场也挤得水泻不通 《行车记录区》 UDN TV《行车记录区》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策划 以摄影机造型和大家见面 并且一路甩尾 获得观众们的热情荒芜 太过瘾了 好想他没有帮我甩出去 其实这是国外给我们的构想 有看过国外甩尾影片 所以就自己研究 那这一两年我们也有一些朋友 在玩山路甩尾 所以有这个构想 所以就把它做成甩尾车 各式各样的造飞车 点子无限 首次在台湾举办的造飞车大赛 为台湾人丰富的创意 做了最完美的见证 UDMTV甘邦杰张淑君 简子祥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同